哈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地方 我們要去吃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我想吃了很久 但是我沒有去過的 我好期待喔 今天就帶著各位同學跟我一起去嘗嘗 但是吃這一樣東西之前 我必須先去找一個人 這個人號稱 聽好了喔 中正區舌尖小精靈 聽到這名號有沒有嚇一跳 有 我自己都嚇一跳 我們就先去接我們的中正區舌尖小精靈 OK 帶他一起去評鑑一下這個美食到底有多棒 GO 中正區舌尖小精靈好像有點慢 他有時候比較晚出來可能是因為 好可憐一些 我跟老師有些愛心 但沒關係我們再拿一起去找他 來了啦 來了啦 中正區 舌尖小精靈 啊 立成旭 你喜歡吃飯還是吃麵 麵 麵喔 你最喜歡吃麵對不對 對 好 爸爸今天就帶你去吃麵好不好 好 那你今天 聽考考幾分 等一下 你知道嗎 你有要跟我講說你今天聽考考幾分 75 怎麼會考75 但是有進步了對不對 是不是 很棒很棒很棒 75 75超棒的耶 我們昨天 有排練一下 有練習一下 但是還有進步啊 他之前都考67 現在考75 很讚的很讚的 好趕快趕快 上去上去 我這個小兒子啊 特別喜歡吃麵 超級喜歡吃麵 所以吃麵一定要找他 他就是我們 人稱中正區 蛇尖小精靈 登登登 好走囉 你不要說媽媽愛你啊 陳旭 媽媽我不愛你啊 蛤 我只愛爸爸 那是妹妹耶 你跟妹妹的恩怨 但我也不要愛你啊 我只愛爸爸 哈哈哈哈 我只愛你 對 對 你愛我國 你看 陳旭 跟媽媽說我愛你 我不愛你啊 算了 太心 你把自己去吃麵 不適合 哈哈哈哈哈 好了 我愛你啦 別想來 你就不想活去 對不對 哈哈哈 我想要在家說 愛去那間好的 那一件好 好 拜拜 嗨 到了 走 到了 是不是很厲害 民國66年創立的 比我出生還早一年 你看 我現在18嘛 他開了19年 我一定還站在門口 體驗一下這個香味 天啊 真的太香了 雞油會很香 耶 我已經看到雞油吃了 對啊 這是他的太陽 牛不能吃了 所以我點炸碎辣醬麵 牛霸王無敵三寶麵 好不好 以我的觀念啊 要來點就要點最厲害的啊 對不對 就要點最屌的啊 水餃來一下 應該可以吧 你的實力應該沒有很多吧 應該沒有很多吧 可以 沒問題 一龍口味最少五顆 那我們來個各五顆 我覺得咧 不會吃不完吧 可以 好 這味腳好像一次七顆耶 好 這樣二十二顆喔 總共二十二顆喔 應該可以吧 可以齁 好好好 不要吃不完齁 啊 他還有貢丸湯嗎 那我們貢丸湯來個加蛋 對不對 我們中山區十二間小金 特別喜歡吃貢丸 對不對 吃一吃 他為了貢丸去理合這一顆 這就是替光頭長出來的樣子 哈哈哈哈 我們中山區十二間小金 好 好 來吧 你要不能一個 沒有 我要 請問一下這個是什麼 在嘴邊肉 喔這是嘴邊肉啦 要做嘴邊肉嗎 每一天吃東西一定要有早累 這樣對身體才會健康才會好 點好菜啦 走啦 李成軍啊 美成軍啊 美成軍啊 你也很調整 爸爸要跟點菜能不能當 不能當 就很掌 沒發現 我吃這個辣的欸 反正我會吃欸 你會吃嗎 筷子筷子拿著 你說你這麼厲害喔 我不知道你這麼厲害 這是辣的欸 蠻辣嗎 好像會蠻辣的喔 你幹嘛 那你感受可愛的 好啊 那你先吃一個 太辣要講齁 來 吃吃看 中正區蛇尖小精靈 會辣嗎 會也會辣 好吃嗎 好吃喔 你這麼厲害喔 還敢吃嗎 哈哈哈哈哈哈 啊 牛肉麵 來李腾君 這個就是你的主力啦 李腾君 哇 這個也太美了吧 天啊 有嗎 好吃喔 還有 然後 是 謝謝 謝謝 哇 這水餃看起來太美味了吧 這鹵大腸真的是 我吃過應該前三好吃的吧 好好吃喔 因為有時候有些鹵大腸 它可能處理不是很乾淨 或是不是很新鮮 然後吃起來會有點就是 有點燒味或是沒有那麼乾淨的味道 但是這個厚味 這真的好吃 而且有些鹵大腸會鹵得太爛 它的不會 它的QQ的 真的好吃 我吃一顆水餃吃一看 它的水餃聽說非常好吃 這水餃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強 怎麼一間店可以聚集這麼多 這麼厲害的東西在這裡 也太厲害了 這我已經在講一下 通常是家水餃店 要厲害通常就餡厲害 不然就皮厲害了 但是它是餡跟皮都厲害 超好吃的 欸 對不起 撐出來 這個肉餃 你看 中間區舌尖小姐姐 通常就是 好吃喔對不對 超好吃的喔對不對 嗯 厲害 趕快啊 趕快來吃啊 你的牛肉麵 欸 要去前面拿筷子 這家老闆真的 蠻用心的 啊 老闆娘來了 老闆娘來了 想讓你 他去留下這個 啊 因為他很喜歡吃麵啦 然後我就特別帶他來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老闆娘 剛才是老闆娘 多美 你看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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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好吃 人也漂亮 厲害 回家睡沙發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 是不是 我們人這樣會走錯了 對不對 沒有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吃過台灣前三的 前三米的大糖 姐姿,吃啊 這個是米的耶 你看這個 這個也太誇張了吧 太扯了吧 姐姿,吃啊 你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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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嗨老闆 你要吃什麼嗎 沒有,我弄給你一點 沒有,真的,我們吃得很開心 好,那你看還要吃什麼 真的很好吃耶 我剛在門口 聞到那個牛肉的味道 然後剛進去 那個太誘人了啦 真的太誘人了 家鄉味 就是正常的家鄉味 因為我剛來的時候想說 民國66年,比我出生早一年 對啊,所以你開店開19年了 因為我18歲 好,繼續 謝謝 中正區舌尖小精靈 你在亂吵喔 我們接下來要給 中正區舌尖小精靈他的精神良食 哼 來,放好 迫不及待 來,放好 小孩就是 喜歡喝甜的 差一點點 你要不要 小孩 小孩就是迫不及待喝甜的 哈哈哈哈 我已經有喝飲料了 小孩就是迫不及待喝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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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欸? 哈哈哈哈 BBOX 不以前也是口氣色的啊 好,不要再講事實 你看 全部被我們結束了 全部 好,我被面積 全部結束 舌尖小經理,你覺得呢? 這一餐好吃嗎? 好吃 那下次來,你還要不要再來? Yeah 你還要再來嗎? 你覺得面比較好吃還是水餃比較好吃? 兩個都喜歡 這麼厲害喔 那,走了 我們就 打到回府啦 因為 我每次吃鳥 都會莫名其妙的噴一堆錢 莫名其妙 那我一開始還沒發現 我是突然在回想的時候 假設這一次噴錢 我就想說 最近是有發生什麼事嗎? 有什麼預兆嗎? 我就在回想 好,可能有這些情形 到再一次 又噴錢的時候 好像 也有這些預兆這些情形 後來 他們共同的點就是 我有吃牛肉 有一次我還不信心 我還馬上試了 我在那個 林口 一個很有名的購物商城 然後那時候 就吃了牛肉 然後我就想說 哼 應該是沒有關係吧 那個 對不對 不吃太可惜了 然後我太太小孩在那邊吃 一直吸引我 後來就吃 吃完以後 馬上車開出停車場而已 你猜怎麼了 什麼事都沒有 這才害怕 好,開玩笑的啦 亂講的 其實不是 車子一開出去停車場喔 引擎故障燈馬上亮 你也知道 車子引擎故障燈只要一亮 非同小 不是幾千塊可以解決 我是講 不是幾千塊可以解決 我那一次好像就 噴了 這樣 所以我自死之好 我想說 為了不要讓自己 持續再噴錢 我也要三個小孩要一樣 那就先這樣子吧 對不對 好 是嗎